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 义坚并与不义坚并 秦辉著 道儒与法儒 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那就是从先秦直到明清 延续数千年的关于是否需要义坚并的争论 坚并亦做并坚 即今所谓的两极分化 大鱼吃小鱼之类 主张国家应当严厉制止这种事态的 即为义坚并 而主张国家应放任不管的 即所谓不义坚并 当代一些学者 把他们看作是经济思想领域中 国家统治派与自由放任派之争 并赋予其新的意义 于是这种斗争似乎延续到了现代 改革前 尤其是在那些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里 易坚并的法家政策曾博得一片较好 改革后的经商朝中 不易坚并又受到不少赞扬 直到最近 这类比莫官司还时有所见 这实在是值得研究的 过去很长时间 尤其是在鼓吹 儒法斗争的年代里 易坚并被视为法家的思想 因此 历代易坚并的著名人物 从桑弘扬 汉武帝 直到王安石 朱远璋 张居正 都被冠以法家称号 然而实际上正统儒家思想中 易坚并的倾向 并不亚于法家 不患寡而患不君的儒家信条 与对三代景田制的崇拜 历来是我国易坚并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 而历代王朝中最激进的易坚并实践者 以五军六管 王田私属 为主要内容的严厉的国家经济统治政策 实行者王莽 则是满脑子周公之道的超级妇儒 从没有人试图给他法家的头衔 有趣的是 历来被认为 具有儒法两种倾向的思想家 在进行辩论时 常常会互相攻击对方 纵容了兼并 儒曾被视为北宋的商鞅的晚安时 就宣称儒家教条主义者 俗儒 要对当时的兼并狂潮负责 俗儒不知便 兼并无可摧 利孔至百出 小人思何开 而另一方面 汉唐诸儒则无不把兼并之泛滥 归罪于秦代的法家政策 伪咎于商鞅与秦政 信并兼之法 尊将兼并之人 平心而论 秦以后的儒法两家理论 在催义兼并以维护宗法共同体这一基本点上 并无分歧 其区别仅在于 相对而言 儒家倾向于以礼义 宗法伦理的提防 来阻恶兼并 而法家则多主张 用刑法 以行政手段 来打击兼并 事实上 这两种手法 在历代专制王朝 易兼并的实践中 常常是同时并用的 所以尽管有人指责儒家的无为之志 放任了兼并 有人指责法家的公立观念 鼓励了兼并 但实际上 易兼并不能说是哪一学派的 甚至不能说是哪一封建国家的特有主张 它是以共同体 而不是以公民个人权利 为本位的传统社会 包括中西在内的一切前进 近代社会 本质所决定的一种政策 尽管如此 在是否使用强硬行政手段方面 儒家也不能说是最温和的 汉初七十年间 开官梁 持山则之进 经济上最开放的时代 盛行的并不是儒家思想 而是提倡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的黄老学说 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霸出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文化上的专制 倒是与经济上的统治同步发展 无为的自然主义 日益变成有为的国家主义 从盐铁官营 军书平准 算民告民 一直发展到五军六冠 王田私属 终于在王莽时代 走到了儒家原教旨主义 与国家经济统治的双重极端 因此 如果仅就西汉一朝的历史看 似乎儒家倒是统治经济的 头号代表了 当然这是表面现象 武帝以后经济统治的文化依据 与其说是儒术 不如说是独尊 文化上的霸出百家 才是经济上的 利出益孔之最好主角 事实上 文化专制 不管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为符号 不管独尊的是儒术 还是别的什么术 从根本上说 就是与经济自由不相容的 分书坑儒的秦朝 与独尊儒术的西汉晚期 之所以有十分类似的经济政策 其概原出于此 而如果仅就作为学术思想的儒术而论 其中既可以得出 强硬经济统治的结论 如金人所谓的景田制社会主义 也可以得出反对这种统治的结论 如金人所谓的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不与民争利等等 应当说 孔子时代的儒学 并没有什么系统的经济思想 而汉以后被独尊的儒术 则已是渗入了先秦各家成分的大杂烩 其中在经济统治问题上 原初先秦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 与原初先秦法家的有为信念 堪称两大传统 由此导出了不义兼并的自然主义 和义兼并的统治主义 这两种政策倾向 笔者孤名之曰 道儒 受道家影响之儒 与法儒 受法家影响之儒 这个名词似前所未见 但笔者以为 这样的划分 较符合汉以后各种倾向 都在儒家的框框中存在的状况 而比如道互补 如法斗争之类的说法合理 法儒与义兼并 法儒主张义兼并 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 坚决制止 千末项吕之贱人 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 正如王安石所说 千末项吕之贱人 兼能思取语之事 善万物之力 以与人主争前手 而放弃无穷之欲 这是绝不能容许的 而理想的制度 则应当使三代子百姓 公私无异产 人主善操柄 如天持斗魁 富于皆自我 兼并乃兼回 兼回法有诛 事亦无自来 这样的思想起来久远 我国早期 义兼并的思想家就认为 万民之不治的原因 在于贫富之不齐 因此需要令贫者负 负者贫 甚至公然声称要杀负 汉代的桑弘扬认为 义兼并就是要 除碎住豪 然后百姓均平 损有余 补不足 以其黎民 后世统治者把这些思想 发展为一套政策 为那些庶人之负者 赦天下天罗大网 均填制时代 且不去说它 就是号称在经济上 实行宽松政策 以不义兼并而为 后世世大夫所议论的两颂 实际上也搞过好多次 确置兼并 军纪贫乏的运动 至今仍受到许多歌颂的 晚安时的变法 就是对那些 千莫项吕之贱人中的 大农 富工 与豪谷 开刀的 到了明代 朱元璋立法多佑贫义富 着实把当时的富民 收拾了一番 史称 十富士多以最轻踪 豪民俱足 化学殆尽 既然变天下 民中豪以上皆破家 明初的一系列大规模移民 包括以冲军 这一发配边荒的同意 与流传后世的军屯在内 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建立在 吉莫富民 并将其扫地出门的政策之上的 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 富民也最多的太湖流域 经朱元璋 及朱豪族 及富民田 以为官田之后 竟弄到几乎清一色 土地国有化的地步 苏州 义府之地土 无律皆官田 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 有人说这种一间病 不过是一种欺骗 是为了维护富人的根本利益而行之 这要看怎么说了 如果所谓富人 是指朱家的龙子龙孙 及朱明王朝的掌权者 那大抵不错 但若是指富民 可就大成问题 经人可以轻描淡写地 骂一句欺骗 可是当年红武皇爷的 言行俊法 可不是闹着玩的 很难令人相信 他把这些人化削殆尽 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根本利益 历来一间病者都有两大理由 一是道义方面的 即薛富一贫 为的是百姓均平 一是财政方面的 即利出一孔 为的是富国足用 在传统上 前一理由原初早期儒家 后一理由原初早期法家 这也是在这一问题上 儒法能合流 而构成法儒的主要原因 但正如我国汉以后的传统文化 在许多方面都是如表法理的一样 在一间病方面 通常也是说的道义理由 实际动机则多出自财政理由 即通过经济垄断 充实国库 这只要看看我国历史上 历次大规模一间病运动 从汉武帝时的盐铁官营 直到明末的三想家派 都是在朝廷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动的 就会明白 而一间病的直接结果 则是国家财政 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 极度膨胀 而形成所谓 国富民穷的局面 先秦法家是公然鼓吹 以国富民贫为治国之要的 商鞅认为民贫才会求赏 而国富才能给赏 两者皆备则朝廷便能以重赏 屈民去干任何事情 因此国家历出一孔 而人民家不激宿 是最理想的 韩非更有 族民和可以为治的鸿论 百姓富足了便会想入非非 不好治理 只有让他们贫穷才会依赖于国家 后世的法如没有这样说 但其行为的结果 则是对国富民穷的实践 从商鞅、桑红羊、王莽 直到王安石 都是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 来扩充国库 梁启超称 这是以国家自为兼并 来代替民间的兼并 是很有道理的 深知到明末 逼得举国造反的三项家派 也仍然号称 福以内贫不能自存者 肃封是诸 殷实者不胜诸求之科 这样一场横征爆脸 居然也打着 又贫义腹的幌子 因此毫不奇怪 贫苦百姓 对这样的又贫义腹 不仅毫不领情 反而纷纷投到富民那里 反抗官府 由此造成我们在 《水浒传》之类小说中 很熟悉的那种 庄主带领庄客 造官家返的场面 而国库此时的状况如何 近来有人曾断言 我国王朝的崩溃 都是由于国家财政 尤其是中央财政 汲取能力下降的结果 这简直是莫名其妙 除了下文将提到的少数例外 多数王朝的崩溃 恰恰是朝廷的汲取能力 过分强化 而使民间不堪忍受所致 秦末大乱也有类似背景 西汉末、新莽 例行五军六冠等集取之政 新莽消亡时 仅集中在王莽宫中的黄金 就达七十万金之巨 其数据说 恰与当时西方 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 拥有量相当 须知黄金在西汉 是通货而非一般宝藏 这些黄金 因而也属于中央财政储备 而不仅是一般的宫廷奢侈 试问这样的汲取能力如何 明末李自成进京时 宫中藏银达七千万两 而据黄宗熙说 当时全国 郡县之父 郡县十之不能十之一 其借运至于经师者 十有九 试问当今天下 有几个国家中央财政所占比重 能达到如此程度 针对这种易奸并之祸 道如在无为而至 自由放任的旗号下 主张的不易奸并提出了另一种选择 如果说 易奸并的道义理由是 又贫易富 百姓均贫的话 不易奸并的道义理由 则是所谓 官不与民争利 他与先秦儒家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之论 有渊源关系 然而在传统中国语境中 官与民 这对对立范畴 是有双重含义的 一方面 民可以表示 与国家或君主相对的 私人或臣民之意 北宋司马光所谓 天地所生财或百物 不在民 则在官 即值此义而言 另一方面 民也可以表示 与权贵施要相对的 下层平民或庶民 下民之意 因此陆游又有这样的议论 自古财货 不在民又不在官者 何可生署 或在权臣 或在贵器尽袭 或在强翻大将 显然这两种含义是不同的 司马光强调的是 君民之别 而陆游强调的是 身民两旗 由此而官民对举 也有二意 一为公私之别 官在这里指公家 一为贵贱之别 官在这里指权贵 于是 所谓官不与民争利 也就可以有两种解释 其一是国家不与私人争利 这私人自然包括权贵在内 其二是权贵不与平民争利 不义坚并的道义理由正是基于后者 如今一些论者同情不义坚并论 并把它理解为允许自由或相对自由竞争 也是基于这一点 然而不义坚并的实际理由 通常却是基于前者 当时的私人中并不存在平等的自由竞争 而不义坚并论者 更多是不识平等为合物的天然等极致拥护者 他们反对义坚并实际上是害怕权贵与老百姓一同被译 而反对官与民争利 实际上是害怕国家妨碍了权贵的资历 因此他们常常公然要求 凌驾于其民之上的私人特权 如在反对王安石义坚并的行列中 司马光的理由是 贵贱贫富天之分野 天使辱穷而辱抢通知 天使辱余而辱抢智知 弱势者必得天行 苏氏的理由是 绝不能让品观行事之家与其民并逝 张芳萍的理由是 乏用于下而不用于上 上行于上而不行于下 于是他们所说的不义坚并 实际上意味着 国家应当放手 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 而这种攫取同样是建立在 统治服从关系基础上的分配 它与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 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于是 如果说义坚并导致了国富民穷的话 不义坚并的结果则通常是 经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 或在权臣或在贵器尽袭 或在强翻大将 上则俯库单伐 下则民力穷粹 其极端的后果也是王朝崩溃 天下大乱 这方面可以东汉末的情况为典型 由于东汉王朝是在王莽一肩并 一出大乱之后建立的 他因此改行无为之志 对权贵豪强 肆意兼并地土人口少有干预 结果国家赋税之源 进落权豪之家 致使国库空虚 财政拮据 成为这个王朝的长期现象 并以此与西汉形成鲜明对比 最后他终于在 官复人债数十亿万的窘况中 爆发危机并走向消亡 然而总的来看 由于传统中国就主流而言 是个大共同体本位的文明 国家对兼并一直无所作为的情况 是较少见的 东汉之外鲜有其力 唐末藩镇割据 中央财政也很拮据 然而藩镇本身如同小国 与东汉之私家豪强不同 而藩镇本身的汲取能力 还是很强的 更常见的是 不义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 恶性膨胀 而义兼并又导致朝廷 汲取能力恶性扩张 于是朝廷轮番用药 在义兼并与不义兼并的交替循环中 陷入管死放乱的怪圈 直至危机日重 而终于崩溃 北宋末年就是如此 自西宁已至靖康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统治派新党 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放任派旧党 几度异味 护而变法 护而改制 护而更化 护而少数 护而建中 护而又重罚西宁 然而危机越变越重 终有靖康之父 耐人寻味的是 他最终还是覆没在统治派手中 惊人多位 王安石变法失败了 这话要看怎么说 若就化解危机而论 他确实失败了 但若就新旧党之争而论 王派其实最终是胜利了的 于是又有心法变质之说 其实从王安石那种人主善操柄 取于皆自我的立出一孔思想 发展到后来西城瓜田所 苏航应奉局势的汲取之政 自有逻辑的联系在焉 变质云云 除了王金公与蔡金之流 在人品上的差别外 于制度上实不知何谓也 问题的关键在于 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兼并 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 而是权力行为 从唐人之朱门 按当时理智 平民虽富门不得失诸 诸门者权贵之门也 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道明人之 为来芳草王孙禄 不入诸门弟子家 莫不如此 明代一部小说中称 当时富家之中 以这支笔取功名 子孙成他这些印籍 的晋身要占七成 而以这锄头饼薄豪富 子孙成他这些基业的平民 仅占三成 按顾言武之说 当时一线之内平民富人 即没有特权的 粗能资历之家 有百名左右 而晋身 有幽免权的官僚及士大夫中 仅最低级的生源一线 即有三百 千人以上亦不罕见 如果一线地有十万情 则生源要占去五至九万情之多 唐以后的土地买卖时代尚且如此 唐以前的等级占田制时代 更不用说 这样的兼并就其主流而言 与其说是富民 兼并平民 大私有 兼并小私有 不如说是有权者 兼并无权者 包括无权的富民 权贵 兼并平民 统治者 兼并所有者 用马克思的话说 就是权力也统治者财产 通过如任意征税 没收 特权 官僚制度 驾驭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 来捉弄财产 然而历代的一兼并 却都是有权势者 尤其是最高皇权的代表者之所为 他们眼中的兼并 主要是商人并兼农人 西汉潮错语 千末项吕之贱人 与人主争前手 晚安时语 倒是历代不义兼并者 所反对意志的 才是真正主流的兼并 官品行事之家 对齐民的兼并 这样一来 便出现了如下趋势 义兼并者的国家统治 严厉地束缚了 千末项吕之贱人的经济发展 而不义兼并者的自由放任 则使官品行事之家 得以四行聚敛 义兼并则朝廷进往遍地 民无所错其手足 不义兼并则贪官污吏横行 民无所淘旗薛客 不言而喻 真正自由竞争的民间经济 在这两种情况下 都难有出头之日 而这两种政策 走到后来都有可能加剧 由治而乱的王朝危机 实际上 无论是义兼并旗号下的国家对民设计 还是不义兼并旗号下的权贵亲民谋司 都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权力统治财产 统治服从关系基础上的分配 因此二者往往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历史上权贵之兼并平民 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通过针对平民富人的 一兼并之举来实现的 明初对沈万三之类富民的吉末 北宋末的西城瓜田 与南宋末的甲四道公田 极为其利 而历史上专治国家的经济统治 除了直接依靠官办经济来实现外 也多少要凭借官府特许的专利商户 实施垄断经营 于是再严厉的一兼并 也包含着对这些人的某种放任 梁启超等人在王安石的一兼并中 看到了国家自为兼并 其实在司马光一派的不一兼并中 又何难发现针对平民的一兼并成分 司马光的天使乳穷 张芳平的法用余下 不是都很咄咄逼人吗 过程公正与跳出怪圈 因此我以为 从总体上看 在传统形式的一兼并 与不一兼并之间强分伯仲 包此扁比是没有多少理由的 当然这里说的是从总体上看 就每个具体人物具体措施而言 则另当别论 例如司马光的人品比菜金高尚 桑弘扬的理财技巧比咸良文学文明等等 但应当明白 中国之所以没有发育出近代经济 甚至历代王朝之所以没有免于崩溃 并不是由于对兼并意的不够 或者意的过分 也不是由于国家过于有为 或者过于无为 甚至不是由于传统式的自由放任太多了 或者国家干预太多了 根本的问题是 传统经济过程没有确立过程的公正 而这是建立近代经济 有规范的市场经济 所必须的 也是使传统经济 传统国家 走出那种繁荣崩溃 往复循环的怪圈 所必须的 这当然不是说传统经济 在微观层面的各种具体交易中 没有公正可言 但无疑它在整体上 并没有遵循最初财产来路清白 此后的财产积累 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的规则 王安石把千莫项吕之贱人 看得比贵、强、洁、大 还可恶 司马光的贵贱天之分 都使他们的统治与放任 缺少一个公正的基点 为什么义坚并不行 不义坚并也不行 义与不义交替是之 还是不行 因为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 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 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 还是贵家事要的私权力 都既不让规则公平 更不让起点公平 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 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圈子 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 而国家的经济统治 也只会与民争利 却捅不出个理性调控机制 今天当然与历代王朝大有不同 但过程的公正仍是问题的核心 如今学界有不少人喜欢 谈论改革速度的渐进与激进 谈论多一些自由竞争 还是多一些国家干预 谈论改革的这个或那个目标模式 但就是很少谈过程的公正 包括规则的公正 以及尤其是起点的公正 这样谈法与历史上 关于易奸并与不易奸并的争论 有多大实质区别 改革的速度是快些还是慢些 一步到位还是步步为营 这固然是个问题 但更重要的是 摆脱旧体制的束缚 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 应当同步 不能允许有的人摆脱了束缚 却仍享受着保护 有的人失去了保护 却仍受到束缚 前者垄断着机会 后者承担着风险 前者享受成果 而后者付出代价 多些自由竞争 还是多些国家干预 固然值得研究 但更重要的是 无论竞争还是干预 都有个起点问题 起点平等的竞争 与掌少者撕占大锅饭后的竞争之区别 绝不是问一句 你是否拥护竞争 所能化解的 都说农村改革 比国企改革好搞 因为农民比工人 更能接受竞争 但倘若农村改革 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 而是开场就宣布 全村土地改为队长 或书记的私人庄园 你想农民会接受 这样的竞争吗 都说无限制竞争 会加剧社会不公 因此需要国家调节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公 是竞争过度 还是起点 以及规则不公 所造成的 为了更多的公平 我们应当限制竞争 或鼓励垄断呢 还是应当为竞争 寻求更公正的起点 这些问题 是所谓竞争的限度问题 能够取代的吗 其实在今日的中国 改革与保守之别 乃至激进与渐进之别 并不是很重要 这有一笔 当一个宗法式大家庭 难呼为继时 可能发生的最具爆炸性的矛盾 往往不是要不要分家之争 而是怎样分配家产之争 这也就是公正问题 倘若不管这一点 任由大家长独霸家产 而把子弟们一脚提出家门 那将造成比不肯分家的保守政策 更严重的事态 古今中外的许多变法 改革在这方面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今天已非昔比 历史的经验应当使我们变得更聪明 跳出易肩并与不易肩并的怪圈 应当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朗读者 宁静的童年